牛隊的火力可以是大爆發 所以在有40拳力打的串連之下 用12支安打得12分 得分的效率是相當的好 所以要贏球 其實打擊才是一個關鍵 包括這些守備也都要幫忙 所以我們看牛隊 今年的整個態勢是非常穩健 無論是守備、攻擊 還有投手的部分也逐漸進入 他們相當好的競爭能力 所以今年的成績 看起來是上揚的情緒 所以我們恭喜牛隊 好,明天中華職棒大聯盟 同樣是兩地開打 在台南球場是統一SENV11 獅隊出在LANU熊隊 張哲嘉要對上是朱衛銘 兄弟和辛龍在今天台中球場結束之後 接下來要趕到陳靜湖球場 明天和後天六日的比賽 都是在陳靜湖棒球場要來進行比賽 明天的先發投手 將是由向隊的柳豫展 來對上市牛隊的新人林克謙 也歡迎大家明天繼續鎖定 體育台以及娛樂台 我們帶給大家的現場直播 今天轉播到此 非常謝謝中間的小賓 我是張哲,感謝收看 我們在下一場精彩中華職棒 再見 好朋友 歡迎收看 我們在節目播放 拍照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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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暴雨狂风依然不为所动 是你钢铁的从容 美意之中眼神指向天空 熊熊气势如苍后 大愁 这里是东西要感动 折射以前时空 我们更加激动 我们不会放松 脱过重围 困难我们都紧张 战胜自己 生命都是强动 推动你的双手 车浪续续转动 是因为的路 也会继续转动 到最初的梦 一起奔向最后的光荣 继续转动 然后的为后 让我们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继续转动 那最初的梦 一起奔向最后的光荣 继续转动 加勒夫这也是